你好,我們又見面了 大家早安安,晚安,全日安 歡迎來到輕輕鬆鬆七宗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網紅片子一部正向部浪費冷氣 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將直播節目的節錄和直播節目都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說說 就是年初二的賀碎煙花 之前我在神網第一線上有說到 有些人,好像叫Wing Chang那位人 一向都有特首,一向都有酒會,一向都有中聯辦 這個核素ANGEL他聽到這些話 當然是不服氣,因為跟他的記憶不符 就是核素ANGEL說 不是啊,這個賀碎煙花 大部分時候都是私人公司贊助的 這件事是 其實基本上是有不同的機構贊助煙花的 每年農曆年都是這樣 而是否真的會有酒會啊,高調慶祝啊 然後又請了特首和中聯辦的官員來 他就說他找到的資料裡面不是這樣說的 可能真的有些人撈亂了,就是七一煙花 或者是國慶煙花的 就是回歸煙花和國慶煙花 這兩樣,老實說,如果有官方人士出席 這些是正常不過的事 那核素ANGEL為什麼會這麼不喜歡呢? 其實他是有原因的,核素ANGEL 核素ANGEL就說上一次搞賀碎煙花 其實是疫情之前 疫情之前搞賀碎煙花呢 就一千萬 那次也是有人贊助的 特區政府不用掃一千萬出來 不是自己掃錢的 是有人贊助的 那時候就是世貿集團獨家呈獻 香港友好協進會,紀駭年 農曆新春煙花會演期三十週年會慶 那他就是世貿集團和香港友好協進會聯合贊助的 那...一千萬了 花了一千萬 煙花的量也是差不多的 其實和煙花的量其實是一樣的 和今年那個 都是23888顆煙花 有些人就說會有通脹 會有通脹的 所以這樣也合理 但是這次很不同 這次現在這個賀碎煙花 是全部變成官方做的事 他是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呈獻 還有就是香港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統籌 用了一千三萬 現在一千三百萬 那 Angel就說他很生氣 我的看法跟他不同 我覺得算了 可能現在找贊助也很難 我的看法就是可能 我不敢說 但 Angel就說沒有理由找不到人贊助 怎麼會找不到贊助呢 一定會找到贊助 如果要找贊助的話 政府的一千萬是不用出的 因為他估算應該可能 煙花就值一千萬了 整件事 這次還有多了三百萬 這次他估計 因為他其實沒有看到數字 數字其實還未公開 但是那條Top Line Figure就出來了 就說多了三百萬 那三百萬是否拿去搞慶典 挪威 酒會那些 正向 Angel 就說 他應該不要叫正向 Angel 對不起 我已經說錯了 核數 Angel 他就說不是啊 核數 Angel 搞錯 這條數字應該可以在商界拿一千萬 政府批評一點就可以了 對不對 核理玉就說 我記得有一年是四周集團 那 Angel 就說 其實他一直都知道 這個應該是商界的活動來的 為什麼呢 有一年他在那裏做一間公司 就剛好是贊助這個煙花的 那贊助這個煙花的時候 就出了Internal Memo 叫那些人去支持 那些這樣的東西 叫那些人去 去告訴其他親戚朋友 他們的公司贊助這個煙花的 Rossalbank 就說落格 不知道不是落格 其實今年是多了東西的 我一定要說 今年是多了 當然是酒會 和阿超哥出來說話 這些全部都要錢的 這些不是不用錢的 這些是要錢的動作 而且你要有一個典禮 因為你聘請了中聯辦 你也要有一個典禮 對吧? 那有個問題 那... 那... 核數天使的說法就是 如果這些千多萬 放到社區做其他事情 可能市民會比較開心 而且這些錢本來 其實是拿到商界那裡拿回來的 特區政府根本是不用自己出的 為什麼現在又要出這些錢呢? 現在這些錢可能很嚴格地抄牌 很嚴格地捉人家 左階那些罰款那裡回來的 那裡就是 在那些一般賺錢人身上拿出來的文枝文膏 這是 核數天使他的說法 他說他很想知道特區政府 什麼時候會把這些數字擺出來 什麼時候把這些數字正式公開 他就可以看一看這些數字是怎樣來的 KMC農曆年多數都有公司 荷里沃就說現在很多商業機構 都不想出費事讓車哥抽水來威威 我覺得現在有兩個可能性 ANGEL 的說法就是政府專門自己投資這麼多錢來搞煙花 專門不找商界 因為這件事 他就可以當作一個正職工程這樣做 這是核數ANGEL 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會不會市場已經差到一個點呢? 就沒有人肯拿一千多萬出來贊助煙花呢? 會不會都有這個可能呢? 市場是差到一個點就是 不敢拿錢出來贊助煙花呢? 是吧? 那... 多謝Kitty Lean 你的支持 你剛才說 呃... 就是不要灰心 其實已經灰心得不得了 不過沒有所謂的 這個不要緊啦 Tam G.H.K. 他就說 粉飾太平傘 那... 那... 如果是用千多萬去粉飾太平 你是能夠粉飾到的 那我覺得OK的 但是呢 現在做了出來的事實際上是再加上什麼呢? 就是24小時關口那裡通了 24小時那裡又搞了一個通關 又增加了那個交通工具的服務 那... 當你交通工具的服務呢? 你又不用付錢港鐵的 當是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 當是你不用付錢港鐵啦 那... 但是... 也當你不用付錢給那些狗吧 當你不用付錢啦好不好? 但是你要付錢給那些關員了吧? 就是人民日境事務處那些人 你要付錢給他們了吧? 你要重新排耕嘛 那究竟整件事是有多少錢在那裡? 你這樣做了之後有沒有效益? 原來呢 Hustle Angel他竟然... 就有朋友自己... 就真的嘗試過夜晚24小時通關的時候 就走了去深圳 他自己故意過去的 但是他當時實際的情報呢 就是說他應該是煙花那天走了上去的 他說沒有人過關啊 基本上是沒有人上去沒有人下去的 很少人的 那我就說 如果你想想這些小洪書自講的方式 小洪書那些人罵你就動 那你就永遠都沒有成本效益 因為那些人吵完其實... 這些事情是幫不了手的 這些事情是 你根本也賺不了多些錢的 你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你可能好像給別人看起來的感覺 就是你順應民意會做很多事情 但實際上你做的事情 都是沒有成本效益的 那就很嚴重了 其實這些現在就說了 財爺經常出來說的 財政困難的嘛 是不是 現在是有赤字的 很嚴重的 那特區政府是不是應勢得勢呢? 其實這件事情大家都應該問的 究竟 我們是不是應勢得勢呢? 哈哈哈哈 是不是應勢得勢呢? 好了 儲頒的六色力量就是 關員不是 一般政府裏面做文職的人是不會有OT的 那麼 Catty Fett就說 是不用付錢港鐵,但是要付加班費 要付錢的 政棍分類員就說,這次這麼短時間內 連續兩次放煙花,我想應該少了不少錢 她現在放煙花的錢是在用市民的錢 Catty Fett 5就說港鐵要付加班費 港鐵要付,就是政府不用付 港鐵賺少了錢,因為沒有客人乘車上去 或者很少人乘車上去 所以整件事 現在好像很快速反應 特區政府做很多事情都很快速反應 例如小紅書說什麼,他就快速反應 但是快速反應好像沒有想過 具體要怎樣操作才會有成本效益 現在是完全不想的 一旦不夠錢,然後又動手去找普通市民 放大手掌問市民拿嗎?這樣不行而已 如果是這樣做下去 這就違反了基本法內謹慎理財的原則 我都很認真地說 這是基本法內要求的 一定要謹慎理財的 這些真的不算謹慎理財 還有一件事,如果你可以 打商界的 有些事情 尤其是煙花那些 本來一直都有傳統是商界禁錢出來的 那你又不拿錢出來 又不在商界那裡拿,你就自己拿 那你說,是不是會有些幫友 他們估計說 那些商界不肯拿錢出來 怕特首去抽水 那如果是,都是政府的錯 其實幾個可能性都是政府有問題的 當然有些人就留言 說我唱衰香港 我其實從來都沒有唱衰香港 我是說事實的 如果事實都不能說 事實都是說衰的話 事實都是唱衰的話 那就真是大領落了 草本綠色力量就說 好像很性感在電視上 即時回應小紅書 還不威得準 其實這些是 降居到不得了的 這些是 Raymond Lee說 小市民沒有說長期收割 那 鄭君分類員就說 近來發生了一件事 有個國內小紅書有仔 帶了一碗 香港小狗分進去澳牛開餐 結果被那些夥記兇 真的抓死 笑死 其實 文化不同的 這真的是文化不同 我告訴大家 我在這裡有一次去查餐 去查餐廳 理論上應該是在查餐廳 叫了所有東西 但是 因為有些西人朋友 都是要喝一些 比較特色的東西 好像酒類物品 其實嚴格來說 沒有酒牌 不能服用酒 沒有BYO 也不能服用酒 不過老闆說 你自己帶來我看不到 哈哈哈哈 你要看那些人怎麼做 其實是 香港的情況當然不行 香港當然要把你當作 我也是坦白說 那 那儲本綠色力量 他就會說 我當然知道 政府是否正在中 這個我不敢說 現在很糟糕 現在真的這樣說 也謝謝方亮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講到這裡 希望 經常都會講 特區政府的債務 可以拿出來 好像之前 他搞區選的時候 究竟他拿了多少錢去推廣這件事呢? 那些錢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這些數字其實是應該被市民看得到的 是應該被市民看得到的 還有市民看不到也好 那些立法會議員應該是問的 因為有些事情實在太離譜了 說真的,已經越做越離譜了 其實是 他法自在就是唱衰? 你有壞東西被人唱才可以被人唱衰的嘛 不是啊,我看法是唱衰的意思就是抹黑 其實我沒有抹黑特區政府的,我也是講事實 哈哈哈哈 有些人當然是說,你為美斯說好說話 美斯炒車了 我也很坦白說 有些事情 美斯出回憶錄的時候,你就知道 有些什麼出來了 很老實說,有些事情我知道 我現在也懶得說 因為說也沒用 那些人是不相信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強行說我也很辛苦 其實有些事情,我講真的 那些人都不認識真相 那些人都不想聽真相 對不對? 什麼?你講的不是真相 別人講的才是真相 那你可以這樣說 我只可以說 我講的東西一定是最貼近事實的 就算不是百分百事實 有時候我也是猜的 但是我說出來的東西都很貼近事實 有些人猜是不會有常識的 說就有常識,其實是吹衰老 我也講過事實 那Mavrik Wong就說 如果稍有資產也要想辦法調走 不要讓政府超強力地吸乾 其實香港是聚保盤 為什麼一直的人都肯放錢在這裡 因為政府不會出很多事情 去無故搞你的 其實特區政府是這件事真的很好 回歸以來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肯放錢在香港 現在還有搞多一件事叫做家族辦公室 其實家族辦公室一直都是香港多的 我講的事實 是近幾年才多了的人 把家族辦公室搬去新加坡 其實家族辦公室一直都是香港多的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都想到要離開呢? 當然是跟你做事的方向改變有關 那些人看得到的 你不要當那些人傻 尤其是有錢人 真的不要當那些人傻 政棍分類員說 那些人接受不了真相 那何理玉說到現在都做不公開 區選用了多少 那我不知道 有人計算過這條數 大概每一票都用了多少錢 有人計算過這條數 但是我 就不太明白他這條數怎麼計算出來 所以我也沒有拿出來說 沒有拿出來說 這條數據說 年三十下午五點去福田點 很少人去到骨牆逗留至深夜 仍然沒有爆牆 不是那麼多人上去 即是 這樣說 是一支工才會去骨牆 可能現在比較少一支工的人 可能 可能是這樣 這些SYT說 煙花會演 應該是說 農曆那個 農曆新年那個 賀碎煙花會演 一向都是商界出豉油 政府出雞 不是啊 你倒轉了 你倒轉了 是商界出雞 政府出豉油 一向是 商界出雞 政府出豉油 但是這次不同 這次是整個豉油雞 都是政府出的 這次就變成了政府鬆 不就是納稅人出錢 就是了 那政運分類員說 怎麼會公開呢 我不知道 其實有些事情應該公開給大家看 因為 開城報公 有些事情叫做 是應該公開的 這些 不可能 你說這些是國家秘密 這些 不可能說是國家秘密 Ramondy說 早前謝偉俊 不是大約七百元一個人 其實不止 我看的那條數 好像是六千元一個人 六千元一票 好像是這樣 大概是六千元一票 那麼 風起發財就說 學了一些政棍 出了錢 但是被政棍拿來拿彩 正常人都不會再落答 那平靜平安呢 就說 祝大家 事事順利 輕輕鬆鬆 迎新年 也祝大家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多謝你的支持 平靜平安 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 就說一下其他的話題 本來說輕輕鬆鬆 但是 沒辦法了 因為正向Angel 對不起 不應該叫他正向Angel 應該叫他特素Angel 他很趕急地在微信 弄了十幾二十條給我 然後我聽完之後 我馬上告訴大家 草本綠色力量是9000元一票 好像沒有600元那麼便宜 不會有600元那麼便宜 草本綠色力量是否9000元 我不知道 總之是幾千元 不過不要緊 我看過很多不同的數字 好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音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